而针对了县议员张美慧 直询青年发展中心的议题以及建议 花林县政府民政处长明良珍 下午也进一步说明执行的内容 新创基地让青年朋友在这边 可以减少很多的挫折 在你创业的过程当中 减少你不必要的成本 以及更大的失败 希望大家透过政府的陪伴 透过里面工作人员 以及所有的老师辅导团队的陪伴 让大家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能够减少失败增加成功率 所以我们在去年 更在我们的demo pitch的部分 有三间的花莲占地的产业 获得了全国的创投 来做投资的意向书 更重要的 我们今年的辅导的两个 地方创生的团队 也即将在五月份 获得全国将近超过50家 地方创业的这个mento 以及创投公司 将要对他们做demo的pitch 花莲青年发展中心 协助我们所有的青年朋友 成立了一个所谓 创业生态系 第一个步骤 就是希望有很多的课程 来陪伴我们青年朋友 第二个步骤 就是希望留我们在地的 大学生的青年朋友 能够加入我们花莲地方的产业 让产业能够找到人才 大学的人才也能够留到花莲 第三个 我们成立了很多的硬体 以及盘点的各个空间 让青年朋友们 能够进驻到这些空间 自我的发挥 给予他们支持 让他们的成本 能够做最好的管控 第四个 当这三步的步骤进入之后 在第四个阶段 就会希望有各个的创投公司 以及台湾各个国内外的一些的案子 或者是相关的创业的竞赛 以及国际的奖金 国内的奖金 都能够对花莲的所有的团队有青睐 然后加以投入 团队也能够进入 接下来的下一个步骤很重要 当有了人 以及我们硬体之后 很重要的青年朋友需要资金 虽然花莲县政府提供了创业的贷款 但是我们更需要台湾 我们所有创投 以及各项公司的青睐 来到花莲 能够投资我们青年朋友 这是我们第四个的目标 预计我们在今年 我们其实已经目前的进程 达到了这个目标 第五个的目标 当花莲的青年朋友留下来 以及有赔利 有商业模式 以及有了资金投入之后 我们希望展现花莲的优势 在现在ESG倡导的一个社会里面 花莲有最好的条件 无污染 以及有非常多AI 视讯 或者是远距的一些的产业 希望在花莲能够落地 让国际型的企业 包括了雅虎 Moron Google等等的公司 看到花莲的优势 然后能够对花莲投资 然后也成为一个产业的产生 我们下来的观看